随住纳税记的临近 了解如换合法结税可以为家庭节省一笔可观的金额 尤其对于那些家中有年满18岁的子女 而这些子女的年收入超过32.4万元 且是用的税率在5%以下的家庭 分户申报将带来显著的结税好处 以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一个双新家庭有一名18岁的子女 该子女在2023年已满18岁并就读于大学 期间透过打工或坚持赚取的薪资超过32.4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 该子女可以选择与父母分户申报 虽然这样做不能享受到2.5万元的教育学费扣除额 但可以利用12.4万元的标准扣除额 这样一来与教育扣除额相比 增加了9.9万元的扣除额和5%的税率计算 可节省高达4950元的税金 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了进一步的建议 特别是对于父母是高薪竹的家庭来说 让子女分户申报不仅可以节省税金 还有助于避免在父母和病申报时试用更高的累进税率 会计师杨建怀也指出 对于还在学带有爱情收入的18岁受抚养子女 将其设为独立申报户可以增加家庭的总扣除额 并可能降低累进税率的试用 从而达到更加的节税效果 此外 随住民法将成年年龄从20岁调整至18岁 成年子女需要俯换特定条件 例如在校旧学 有身心障碍或无谋生能力等 才能被纳粹医务人列为抚养人 不符合这些条件的成年人 则需要自行办理中和所得罪申报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